银座 最繁华的商业区 高级购物商场和店铺文明 这里汇聚着世界各地的品牌 号称亚洲最贵的地方 与巴黎的湘县立社大道 纽约的第五大道 并列为世界三大繁华中心 周末实行步行者天国 主干道会禁止车辆通行 大的百货店有 银座三月 松屋百货 丸井百货 河光百货 丸井百货 东吉布拉扎 巴黎丝纽约 银座塞克斯 这家给我的印象最深 就是屋顶的花园 马罗尼A Ghetto银座 为劳动旅行而建设的购物中心 东京中城日语谷 东京文化中心之一 旁边就是黄居 最关键的是米其林三星 农林就在这 附近还有东宝居院 米其林一星的天好运 属于学生时代唯一能吃得起的米其林 独立在商场外的设置品店有 LV 爱马仕 香奈尔 宝格丽 Gucci 农香 几番尼 阿玛尼 普拉达 比奥旗舰店 右翼库 目前最大的右翼库旗舰店 一共12层楼 外观最具有冲击性的店铺 银座 PLA14 无论你是否喜欢建筑 站在这个十字路口 肯定会被它的白色外墙所吸引 传统的花篮和巷楼上 使用的镂空雕刻技法中的灵感 有5315块铝板 呈格子型搭建而成 这栋建筑内有 日展汽车和索尼旗舰体验店 熊本熊馆 就是那只呆萌和好色的黑熊 除了熊本熊周边以外 还有熊本当地的特产 一东屋 银座的高级文具专门店 比创作的时候更美 更舒适 回经营理念 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店铺 店内汇聚了世界各地的 高壤办公用品 画具和纸制品等种类非常齐全 除了文具之外 也有办公室家用的便利工具 如果你是文具控 千万不要错过 博品馆 日本最大的玩具王国 五层楼的建筑 汇聚了约有20万届商品 资深堂画廊建立于1919年 是现今日本仅存的最古老的艺术画廊之一 不定期举行各种具有实在文化价值的展览 一楼是甜点零食店 歌舞鸡座 成立于1889年 现已列入国家有形文化遗产 在这里可以享受日本传统的歌舞鸡文化 牧村家 将近150年的历史 最出名的就是红豆面包 也被进贡成为尊贵的运用面包 银座狮子啤酒大楼 有着百年历史的餐馆 虽然各地也有分店 但这家是在一个教堂里 气氛很不错 银座天国 是大受好评的天妇路店 保留了传统的制作方法 文奇冰淇淋店 最近网红店 诞生于意大利 因为造型独特而大受好评 银座念瓦亭 建于明治28年 号称日本第一家洋食店 也是传说中的蛋包饭的大层地 松奇煎饼 创立于1804年 以小麦粉和鸡蛋为原料的 微甜煎饼表面 未有季节的图案 虎屋 创业500年历史的日式点心铺 羊羹和豆腺糯米饼 还有季节性饮店里的日式点心 奥罗有咖啡屋 可以慢慢品尝 米其林三星 龙银 槐食特色日本料理 基因理念定位为 追求日本美食的一切可能性 人均消费25000日元 斯西 牛西腹 日本江户传统手握所思 可谓是非常讲究的细致料理 人均消费4万日元 鲁欧街 资生产旗下法式料理 有着严格的着装要求 脱鞋 凉鞋 短裤背心吊带过炉暴露的衣服不行 人均消费3万日元 还有一家被称为寿司之神 树鸡屋 乔次郎 主厨是日本的珍宝寿司之神 小野二郎 应该是全世界年龄最大的三星主厨 91岁 自从奥巴马过来以后 风靡全球 预约的人可谓是络绎不绝 因此拒绝了米其林 设立了偏向俗客制度的门槛 另外银座还有另一个大卡地 朝日道河神社 天气之子 取景地之一 就是那个天台神社 路线是从这里进去 电梯里写着如果去不了八楼 就不能参观 但是你可以去七楼 然后从楼梯走上去 这个可别说是我告诉你们的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银座攻略 最后 欢迎参考